细微的观察力很重要 一个八岁的一个小朋友 大家可以看到一来的时候发烧 烧到四十度 这么高的高烧 这个脉搏也弄得比较快点的状况 这个胸部X光也要照一下 看有没有一些肺炎的情形 或者是非典型的肺炎 梅浆菌的感染 这都是有可能 照起来没有 呼吸也很顺畅的状况 所以表示这个到底是什么感染 抽血检查这个很重要 但是整个身体的一个注意 这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一看到它有一些疹子 在它四肢 这个疹子很奇怪 一天之后几乎就消失了 不见了 所以你要看到它 全身的一个状况的时候 就会去注意到 原来还有这个 中间有一块屎皮 交加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那经过一天两天 还是有存在 不像其他的疹子 就会消失掉的一个情形 这个就给临床小儿科医师 这样的一个想法 知道它病因是什么 这时候给它合适的抗生素 这个病情就会急转直下 意思就是说 发高烧的情形就会恢复 要不然这也有可能会致命的 这个就叫交加 再经过两天左右的时间 所以这个诊断是样从病 所以知道这个样从病 知道交加 那当然诊断清楚 不过百分之五十到八十 会有交加 表示百分之二十左右 还是有可能 没有交加的情形的时候 这个还是要临床 做一些检查来去确定 因为台湾在这样的一个位置里面 这是中亚 东南亚 等等这些国家里面 样从病还是会发生 台湾包括花东 离岛 还有南投 这都是散灾性 有时候有个案会发生 它又会咬在比较柔软的地方 所以全身稍微要检查一下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 不是只是靠抽血的检查 就能找到那个问题的点 那我们俩佛比对症下药 我们跟他一起收看